周杰伦为什么一定要找费玉清一同合成千里之外 除了周妈是小哥粉丝外 还有歌曲幕后的故事 1977年费玉清在后台被一位日本女歌迷索要合照 隔年两人再见面 女孩成了日本小有名气的艺人 她们一见钟情两欲定情 1981年费玉清首次获得金钟奖提名 颁奖礼上只见她牵着女孩的手 向全世界宣布对方是自己女朋友 这是费玉清唯一官宣过的女人 也是差点步入婚姻的未婚妻 也许上天羡慕她女友来的太义 于是扭头送她一个作妖岳父 女方在日本的家底很厚 厚到嫌弃费玉清的歌手身份 岳父要求她入赘自家 还要放弃事业 老老实实做家庭主妇 身为华夏民族的七尺男儿 费玉清甚至先爱国后爱人的道理 于是她决定歌手爱情 那个深夜她拉着女孩的手说道 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就留下来 如果你要走 那我送你离开 隔天中午 女孩虽然带走了行李 却没带走费玉清对待的思念 费玉清亲自将女孩送到日本的家后 自己又背着女孩送她的两大兜狮子回了国 以至于每每提及狮子 费玉清总会想起前任 网友们更是将女孩比作狮子妹妹 后来周杰伦开始筹划 要和谁演唱千里之外时 偶然得知这个让费玉清终身未娶的故事 或许在演唱《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太遥远地相爱时 费玉清眼前浮现的身影 也许还是那个女孩 不改国旗证明我爱国 一生未娶证明我爱你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不知道你是否还在 明星演唱会现场表白女歌迷 只因07年这杯酒喝得太甜 2007年 只身从拉萨闯至成都的赵雷 来到了玉林西路52号的小酒馆 那天酒馆老板娘请身无分门的她喝了酒 还聘她在店里当助唱 待遇是管吃管住 发双倍工资 有事没事更是请得看崔剑等大咖的演出 深切感受到爱的赵雷 将成都当成第二故乡 也送了这里一首名叫《成都的情歌》 赵雷在成都开巡演时请来唐姐中当观众 成都前奏一响 本该乖乖在弹上弹和弦的赵雷 突然当着数碗听众面 感谢在台下当观众的唐姐 唐姐是她请来的 演唱会门票也是她送的 甚至连这场演唱会 好像都是专门为她开的 只是唐姐帮助过的歌手实在太多了 阿修罗 声音玩具 海归先生等都是在小酒馆走出来的 而赵雷仅是其中之一 他不要求回报 同样也不需要歌手们的答谢 赵雷一首《成都》将小酒馆唱火后 玉林西路52号自纳士起 并成为成都市的知名打卡点 而这间小酒馆也在悄然间成就了赵雷的江湖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究竟是你好还是再见 这个故事可能跟你听过的版本都不一样 但答案深暗其中 有天深夜 照常出车的司机载到一位特殊客人 女孩上车后与司机相互无言 沉默大半上 坐在后排的女孩突然将目的地改成更远的地方 还拿起手机不知道给谁打起电话 抑着窗 聊起这些年经历的心酸坎坷 汽车到达目的地后 女孩停顿几秒钟下了车 随后走到副驾指位置停下 扭过头对司机说 我把我这十年都讲给你听了 你连一句你好都不愿意对我说吗 再也绷不住的司机哽咽说了句 你好 女孩是司机的前女友 就算分手已有十年 两人却也能在千和千识别彼此 只是无论两人当时的感情有多深 再见面终归是陌路人 时至今日 总有人说陈玉逊教会大家怎么长十年 却没教会这十年怎么走 因为有些人总是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出现 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而有些时 我们甚至来不及说一句再见 就草草舒敞了 哪首歌是你的单曲循环次出之最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